好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跟大家分享 当然也包括了康瑞台风的一个状况 这个暴风圈大概今天就会抵达到这个路上了 那从今天晚上到礼拜五应该就是最严重的状况了 今天我们看到绿岛跟蓝宇已经停班停课了 那我们会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状况 另外还有很多投资的讯息 待会我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了 特别是很多人也很关注 就是在整个投资上面 那大陆跟美国越演越烈了 那这个高阶晶片要到这个大陆去的一个出口 将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 还有台股台股也有国家队那么权力的一个加持 所以我们待会都会针对这些新闻 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跟这个分享 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好好的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其实我们多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观念 就是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狼 那我们都要帮孩子选择一个有前景的这个行业 那这个前景的行业说实在的在AI崛起之后 出现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了 那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如果大家都会觉得万般皆下品 只有理工高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你会为孩子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你又应该怎么样的去做一个这个引导 那另外呢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要怎么教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待会会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来谈一谈 说实在教育当然是一个国家经济跟国力 最重要的一个力量了 那现在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会决定未来国家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待会两点钟的时候 我们有广播跟直播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个严肃而且严重的一个话题了 好 大家echo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其实我也想到最近我才刚做两个决定 第一个我本来有在学校教书 然后我也跟学校他们讨论 我说你看现在AI这么的盛行 如果学生想要查任何东西 说实在他只要花个690的 用一个付费版的一个chat GPT 可以回答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 也减少了很多搜寻的成本 因为我们过去搜寻都在Google搜寻 你搜寻其实需要很多时间的成本的 你现在如果花一点钱 你就可以在chat GPT当中知道了很多的一个讯息 那老师还是要用传统的方式 那么在课堂上面去做一个教导 那学生能够引发他们怎么样自动的一个学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就跟学校讲说 我觉得我不要教了 当然他们也一直挽留 老师你评价很高 我就跟他说我不想教了 你们应该请请看其他的老师 然后看看是不是对学生有一些更大的帮助 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学生的动力 动力能够被引发出来 然后辅助于他的工具 所以刚好我也待会想跟大家谈 就是说现在AI的一个时代发展这么快速 你老师能够跟得上吗 你跟得上吗 以前我们讲说什么斑斑有平板 斑斑有什么 其实不是在于工具而已 也是在教导的一个方式上面 你是不是要有一些突破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所以最近 对啊 我真的觉得在做一些这个调整 那当然今天有很多人问我说 孕芬姐你不主持那个LINE的节目了 因为之前我其实我有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过 但是时间的安排了 还有一些当然不足与外人道的事情 但说实在的 今天他们就发了新闻稿了 就是说孕芬姐有其他的这个安排 那也很好 那也很好 就是有非常好的这个说法 不过说实在的 我觉得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要做一点自己擅长又兴趣的工作 而不是做了一些 你只是为了一点钱 然后你做的不是很开心 那又何必呢 就这以我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说实在的 我觉得做开心有意义的事情 钱我够了 你说很多 那也不至于啊 但够了 那做一些开心又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这个刚好我们两点钟的时候 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 也一起加入我们的一个讨论 特别是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那你怎么样来帮他做选择 是不是餐饮业一样都很 如果你的孩子真的很会 很喜欢煮 很喜欢烘焙 那你觉得没前途 不要做 现在是餐饮不要做了 那那那AI发展了 对不对 哪需要厨师呢 对不对 机器手臂翻一翻 这个SOP设定一下 不就可以煮煮饭了吗 那你还要需要煮吗 你真的是这样认为吗 又或者说有人念语文的 好 那你现在什么英文翻译 什么日文翻译都可以了 那你还要念文早吗 好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其实我看这一篇的报道 感触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我们待会也会 对趋势很重要 但是突围一直很重要 人生不就是一直在突围吗 对不对 如果你照着你目前的一个 这个状况 然后都没守成规的话 那当然不会有更好的一个 发展跟发现了 所以我们两点钟 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那么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一下下楼 好 今天的本日之最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富士山啊 还没有出现 这个出冠雪 这已经创了130年最晚的记录了 好 这大家会觉得 遗憾 我没看到雪 但是 这就发生到一件事情 就是气候变迁 打破了过去的一些 这个天后的一个状况 那这会产生一定程度的 一个冲击跟影响 不是只有看到雪 好美而已哦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痛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个财经消费的新闻了 好 我们有看到这个 刚刚讲这个出雪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是跟气候的变迁 很大的关系 我记得我去年这个时候 在那个上高地 就在明古屋附近 那个上高地 在走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有查一些 那个过去的气象资料 就是那时候应该是会下雪了 结果我在上高地没有下雪 但是我去了那个白马之后 就碰到了出雪 你看那时候出雪是在10月 也是在下雪嘛 就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点 那富士山早就应该要这个 开始出现这个下雪了 结果没有想到到现在 到现在他们统计到28号 它还没有出现山顶被白雪覆盖的出灌雪 出灌雪就是已经有点那种 你远远的看 你就会觉得 哇那个山头有一点点那个白色的 很明显的白色了 那这已经打破了130年前开始 记录以来 这个最晚降雪日期的一个记录了 那过去就是富士山 一直都是日本很著名的一个游览圣地 7月9月就吸引了 22万的一个游客是徒步登山的 我有很多朋友都去爬过富士山 不过回来之后都告诉我 孕芬你不要去 因为他们说富士山还是远看漂亮 近看真的不好看 因为它都是那个小石头 那走席是非常困难的 我前不久还有一个朋友去了以后 他就跟我说差点上不去 死在那 因为他就说他 其实我觉得不能勉强 就是真的 我回来也骂他 我说你真的太逞强了 因为你走到一半 如果你真的觉得体力啊 什么都不太行的时候 真的不要逞强 我觉得 山永远在 水永远在 不一定要急着 我一次我就是一定要登顶了 其实我觉得旅行当中留点遗憾 其实是一件好事 因为表示你下次会再去嘛 你什么都看完了 你就觉得没意思了嘛 有一点遗憾 下次再来 那他也是很急 所以后来还好 他说他碰到很好的导游 帮他背了全身的装备 还扶了他 就下山了 好总之啊 总之要跟大家探讨的 其实就是富士山还没有这个出灌血 然后有曝露一些这个气候异常 跟气候变迁的一个议题了 好另外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强台 康瑞逼近了 大概明天的中午会登陆 所以其实全台都在警戒当中了 那现在有看到说 这个康瑞已经在今天的上午 那么就升级为强台了 之前还觉得他是一个中台 在昨天我看到的资讯当中 还是中度的台风 那么今天最新的新闻 就是他已经是 这个强大的一个台风了 那他持续上 朝台湾东南方的海域来前进 所以现在气象署提醒说 海上的风浪已经明显的偏大了 那这个康瑞 他移动的速度有比较快 有比较快 所以可能在明天的中午前后到傍晚 就会从花莲以南登陆了 那这个暴风圈影响会非常的大 所以对流也会十分的旺盛 好所以像大概从今天的下半天 其实今天上午就已经下雨了 然后我来中港的路上已经雨还蛮还蛮大的 不过都是一阵一阵 他不是一直下一阵一阵的 但现在气象署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显示说 从下半天到晚上 北部宜兰花莲的雨势就会加大 会出现局部的好雨 那另外宜兰山区要特别的小心 会出现这个大好雨 西半部的雨是要等到台风接近陆地之后 那么才会比较明显 一样中南部也是 就是他这个台风接近陆地之后 那么会明显的一个增强 礼拜四 我觉得现在反而是很担心礼拜四 像就我一来费用就急着 我说开会开会 礼拜四万一停止上班上课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应应 对啊 的确我们也很担心 这个明天如果真的停班停课之后 节目还会在空中陪伴大家的 只不过在安排上面 的确是要伤一点脑筋啊 然后对啊 对啊 然后我礼拜天有一个台东之本的路跑 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台东的考量是说 也许礼拜天风雨就过去了 可是问题是我们在台北 我们过不去啊 这是问题啊 第一个当然你火车有没有 那个就正常的行驶嘛 那如果风雨很大的 我们还有一群有几个朋友 因为他们时间上来不及 所以他们是搭飞机过去的 你飞机有可能会停驶嘛 所以我觉得很难做决策 所以决策真的很难做 因为我都觉得主办单位 你早点宣布 因为一切为安全考量 我也跟他们讲了 我说五月天那么都取消了嘛 五月天在那个花莲的一个演讲 但我觉得我有点难过了 我讲真的 我翻开我跟我朋友 那么今年其实我们要去花冬的订房 我们就我自己啊 我自己就取消了两次了 就取消了两次 真的是真的 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 对啊 就是路段了 没办法去了 然后呢 我朋友还跟我说 哎 他也是有三次的一个记录啊 其实我们真的很舍不得 我们最爱的花冬 真的是很很舍不得啦 当然如果说天气好 我们当然也也也希望能够去 不管是住房 不管是饮食 或者是见见老朋友都很重要 但如果这个台风来来搅局 我倒觉得应该早点宣布 延后啦 因为我觉得一切的这个考量 还是安全的问题 还有交通的一个问题啊 那我不晓得 就为什么迟迟没有做决定 好了好了 我们来看新闻 我们来看到黄金存折 再度的往上标出了天价了 于是有人就讲说 哇 这个如果你只买100公克的话 你一年也可以赚了快8万块钱 这个年报酬率也快四成了 以年报酬率来讲了 那因为总统大美国总统大选了 那么进入一个大倒数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这个选举当然牵扯到一个全球局势的一个不确定性了 所以避险 其实黄金它为什么涨 当然就最重要一个功能叫避险嘛 那避险的一个资金陆陆续续都进场了 所以国际的金价的价格在往上这个推升了 那有很多人讲就是说之前买100公克 那到现在大概可以赚到四成左右了 是蛮不错的一个保酬率的 好我们先跟大家分享 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一点半了看看台股的表现 国家队来了没有啊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目前看到的是很多人很关心了 就是这个国家队还有这个AI的光明灯 该做怎么样的观察 好我们要连线的是运达头部的副总高县荣高副总 副总好 好余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其实昨天就有人讲 就是说国家队要全力的来拼一下了 我觉得昨天下午就有这样的新闻出来 因为下大跌嘛 你觉得今天国家队有没有努力啊 今天好像这个地方 没有太努力了 昨天我一团有 昨天本来盘中跌的事才多的时候 下半场台积电又慢慢大升 所以指数的部分后来又收敛跌幅 可是今天早盘你刚才指数开高 一度冲个189点上去 那我们的国家队想来就这样 跌下来它会低跌 可是涨上去它会要准备下一次的子弹 可能高档又有点调节 所以今天一大盘这样冲高上去 就没有再继续努力 下半场又慢慢的拿回来 所以大概国家队现在的策略就是这样 有击跌它会出手 但是如果涨上去它就会这个地方 稍微休息 甚至会不会这个储备子弹稍微调节一下 可能都是国家队操作的时候 大家会去观察的重点 我觉得有手但是没有很积极 因为不知道说后续会怎样 总不能把全部的子弹都放进去 如果交给你我操 我们大概也不会这样做 对 尤其现在大家最观察的就是 11月4号那个美国的大选这地方 到时候会不会这地方 有什么对股市重大的冲击 所以说真的要互盘 大概是那一天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那现在稍微还不会这个急着来做出手才对 可是说实在的 我觉得三大法人都在卖 外资卖投信卖 自营商也在卖 大家还是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部分我们观察 自营商的操作向来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部位必须要做避险 所以在这地方避险就是 如果涨上去全正要做多头的避险 就赶快追高 如果跌下来 自营商要做空方的避险 就赶快这个地方砍出股票的部位 所以有自营商你会看到 每次大涨它都会打卖 每次大跌它也都会打卖 这个是自营商操作的一个习性 那外资的部分当然就比较去注意 可能是考量这地方 这个川普的一个 会不会有这个当选的几率 会不会对台积电 对台股这地方还比较不利一点 所以外资这两天又稍微 前几天还有这个买潮 昨天又开始有这个地方调节的动作出现 而且比较小心的是 其次的空单好像又到四万口了 会不会这地方 又对这地方 前几次这个大盘重挫清点 之前外资都有这个空单 整个四万口以上 这次会不会有再度的重演 可能也是大家比较观察的地方 那副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说像台积电或讲 像AI这些公司 算不算是盘面的光明灯 台积电当然这地方 其实股价目前都还是利手在前缘之上 那其实大家都在担心说 哎呀 这川普现在说 台湾抢走了美国的一个晶片生意 当然指的就是台积电嘛 那也说这地方 这个拜登的一个这个所谓晶片法案 给台湾那么多的一个补贴 这是不对的 应该不要补贴 而且是应该是提高关税 那当然这地方 大家担心台积电如果没有这个 川普到时候当选拿掉66亿美金的台积电 这个补贴会不会是比较不利一点 不过我的看法倒是比较不一样 第一个台积电能够有现在的一个 这个市场的一个这个龙头地位 跟美国的补贴 大家知道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靠的是这几年的这个先进制程 不断的这个加强研发 从7奈米之后 这弯道超越了这个Intel的一个进度 那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竞争对手全部甩开 那跟这个美国补贴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说就算川普真的当选 就算真的拿掉台积电的补贴 我认为大概是短期的利空反应一下 但是这地方只要台积电 第一个AI的一个需求 没有这个转弱 或者说半导体的一个先进制程的需求 仍然持续存在 那台积电的竞争优势也还在 那这个地方常见来看 应该都还是可以肯定 那只是如果说 现在这个1000块以上 稍微高档来做震荡 如果到时候真的因为川普的事件 又急跌下来跌到1000块以上 我觉得说像逢低钱便宜到 到时候又可以考虑来做这个地方 这个观察机会了 昨天我看有很多人在网路上就在写 就说哇台积电大跌太好了 我去买了 然后他们就说 跟进跟进加一加一加一 还蛮多人这个地方 想期待台积电赶快跌下来 赶快才有这个比较好的家位 那所以如果跌下来 你会去买吗 你会建议大家买吗 我应该这样问 我会建议啦 机长当然都不适合最高 但是每次你会看到 莫名其妙 有些利空跌下来 你会在这个地方 都是可以把握这个机会的 哦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啦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 第四季应该就是台股的 做梦行情了嘛 那我们的做梦行情 就会被美国总统大选 去搅乱这一池春水了吗 其实不是说做梦行情 被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搅乱 而是有些股票 最近这个看到 大户有的确趁着利多在调节 最明显大概就是 矽光子的一个概念股 光通讯的一个题材啦 那其实矽光子大家知道 如果说要用矽 这个所谓的一个光子 取代电子 应用在所谓的晶片里面 这个大概这个明年还看不到 后年会不会有还不知道 可是现在就是做梦行情 先炒个一波 可是人家炒上来 就是等着什么时候要出货 那其实在台积电前天 这个上个礼拜开发说的时候 哇爆出这一连串的利多 当时我们就提醒投资朋友 很多主力就是等着台积电发说 台积电拉稿上去 到时候而西光子族群的部分 就准备来做出货 那你会看到 其实就从那一天开始 股价开始涨不动 甚至这几天 这个杀下来特别重的 都是这些光通讯概念股 做梦题材 当然是这地方 这个大家看到美梦的时候 也可以跟着这地方掌握机会 但是梦醒时分 一定也要这个地方建好就收 所以这种有题材 但是比较没有业绩做后盾的股票 我都会比较简单的建议大家 你要掌握做梦行情 大概就是短进短出 赚的这种无论如何 这个地方停损 停礼都要设好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在哭说 都没有赚到钱 真的是这样 感觉上真的整个的 今年的行情 有很多人都说都已经完完了 你的观察也是这样 应该说现在 要再继续寻找新的题材 看起来好像这地方 细光子休息之后 那机器人也休息了 这些大概大部分都出完货了 那这个部分来看的话 还在寻找说 有没有下一个机会 当然一个就是这地方 苹果这些下来 Apple Intelligence发表之后 能不能够带动iPhone16 以及明年的iPhone17 的一个换机槽 这还是大家比较期待 所以最近平盖骨的部分 包括红加军的部分 好像又有加温上 他在提一下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就Tesla的部分 大家也在观察 这个地方如果川普当选 大家知道 他的背后大金主是谁 就是Tesla的一个 总裁马斯克 会不会说这地方 对Tesla的妨碍是有利的 所以相关车用族群的部分 最近也开始在这种 想象题 在这家做梦行情 也有加温 所以说做梦行情 还是有 只是那轮动的速度 会比较快 那这地方怎么去掌握 里面的一个结构 这个转变 可能是投资方 接下来特别注意的重点 好我们刚刚已经 跟大家来分析完 这个台股的状况了 那么指数呢 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今天的收盘指数 收在22820.43点 那么下跌106.16点 成交金额是3278.5亿元 那么在昨天大跌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就已经开始 喊出来说 国家队你在哪里了 昨天的确是尾盘 有一些这个拉抬 那可能也隐约 可以看到国家队 有进场的一个状况 那大概包括国家队 就是有私大基金 工股航库 那但说实在的 我们看到资料 这三大法人 昨天还是卖的 那待会晚一点 你还是可以留意一下 就今天法人的动向嘛 像昨天我看到 三大法人还是卖超了 是396亿元 外资卖最多 投信也小卖 当然自营商也是卖 但是工股航库 有没有进场 昨天是有的 是有的 那在看到资料是买超75亿元 那今天就要等到稍晚之后 那么才会有统计的数字出来 不过感觉上 今天只有稍微的 稍微的撑在平盘这附近 那你说有没有大力的拉抬 我倒觉得是没有了 那主要的关键点 我觉得还是川普的阴霾 真的是笼罩在台股当中 所以像台积电台股 这样跌下来 说实在月线就开始失手了 那另外就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集团作战股是有撑盘的 像鸿海就撑住 鸿海就撑住 那今天最 就是整个气氛比较怪的一点 就是比特币有比较高 然后那个黄金的价格有上来 这个倒是让大家感受到 整个市场不安的一个气氛 那这个不安的气氛 当然有关于是 美国总统的一个选举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中东情绪的一个恶化 那当然这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 就会让整个市场的资金 就是往像比特币 或者是像黄金这样的资产过去 好 这个Eromask有讲 川普上任 经济股市短线就要崩盘了 好 这个说实在的 大家很多人都牵动在 这个美国总统到底 是谁会选上 如果川普选上会不会很恐怖 其实我觉得也不用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川普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过度的恐慌 难道因为川普选上了 我们你的投资就要全部卖掉吗 或者全部都怎么样 举家迁移 或怎么样 也不用 但的确是要观察一下 在选举之前 那么特别的一个动荡 好 这个是台股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呢 这几天也要特别的去观察一下 我们的国家队的一个动向 如果国家队要互盘 各位你想想看 一定会互什么 一定是互大型股 全职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有很多的分析师 那么昨天 前天 前天我们在访问署方的时候 也是你在报名牌的时候 你当然要报一些安全稳定的牌 大家就会觉得你准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去 报一些还没有发掘的 你就会觉得你不准 你不准你就收不到会员 就很多投稿老师收会员 其实赚会费 会比较重要一点的 好 所以大家也要理解一下 就是到底投资 投资不是只有数学 它其实有很多的逻辑上的问题 还有很多社会的观察 所以有人就跟我讲说 我数学不好 那我能投资吗 我说你数学不好的话 你中文要好一点 理解能力要强一点 这就是逻辑的能力 这个逻辑你能不能说服你自己 这个很重要了 好 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那我们两点钟的时候 一起来聊一聊 未来国家的 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才 那当然透过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们也要跟很多的父母亲聊一聊 也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 找怎么样有前途的一个工作 那当然年轻人或者是学子 你要再选择科系上面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说实在 我看完这整本的一个报道之后 我真的觉得 我真的觉得 也可以现在讲 也可以待会讲 待会我可能还会讲 一切还是要以自己的兴趣为出发点 这个很重要 一切一定要以自己的兴趣 然后你做了你兴趣的事情 你才会慢慢的去建立 你的专业跟专长 而且做自己喜欢的事 又能够赚到钱 这才是人生在工作上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为了钱工作 而你又不擅长 你又不喜欢 我给你做的会非常痛苦 你也没有办法升迁 你也没有办法得到赏识的 那这样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我们当然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趋势是怎么走的 你怎么样来看到 就是未来选择科系跟求职之间的一个连结 我们会谈到小孩的问题 亲子的问题 谈到老板跟员工选择的问题 但也会谈到老师的问题 但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还是要看到 看到就是你自己的喜欢 像像他他里面有讲啊 就是像军工股 你看长成这样 其实国防的那个人才增加很多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 他们就真的要去念这个军校 以前大家会念军校 就是说我家里可能环境比较辛苦一点 不想要增加家里的一个负担了 但现在我觉得想法都不一样了 那尊重一下自己的一个选择意愿 我觉得很重要 并不是追逐的前途到底到底在哪里啦 那当然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因为我可能大约也不会讲 因为我觉得毕竟比较个人的事情啊 像我自己我弟弟的小孩是一个小女生 我自己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姑姑都很疼子女 她跟我好的不得了 这只能像我另外一个女儿一样啊 那她就是念大安高宫的 那她爸爸本来还想说 她念这个好吗 男生这么多 爸爸总的担心很多 男生这么多好吗 她怎么不去念个高宫呢 她的功课不错啊 可她就很喜欢念这些什么机械啊 理工的 就女生 因为她数学特好啦 数学很好 然后那个她的国文写的也还不错 作文写的也还不错 她说有姑姑的遗传啊 我说是姑姑哪会遗传到你 总之她就是照她的兴趣走 然后念完大安高宫之后 念那个文化什么机械还是什么的 反正她的功课我永远都看不懂 然后再去念北科大的硕士班 也出来之后 找到工作非常好啊 她工作有好几个工作在等她 后来她选择了一个日系的这个公司要上班 上班之前 那个日本的公司来送她到日本 要去就企业内实习两个礼拜 所以她要去日本边玩边实习两个月 两个月我讲错两个月 所以你看我觉得这样的学习历程 最重要是你要尊重孩子的兴趣 我不是说她有多厉害或她很棒 或者她的出来的工作都都很高 但最重要根据她的兴趣 然后去做一个发展 这就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待会两点钟的时候 也请大家持续的锁定一下 我们来谈谈未来人才 以及我们在工作职业 衔接上的一个选择考量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些 这个财经消费的新闻 两点钟一起来谈一下这个未来人才的一个关键报告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当然川普一直指责台积电的一个种种的状况 那么也让外资疯狂的来卖台股 那金管会当然有发生 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国家队是权力加持的 那么金管会又发生说 上市会今年前9月的营收其实是创新高的 所以台股的基本面其实非常的稳定的 那这个川普的一个保护费 他这样的一个言论 当然使得这个台积电的这个美国存托凭证 ADR先中错 这跌幅一跌下来之后 当然也会拖累到整个台股的一个表现了 不过金管会就讲了 就是说我们的业绩真的还不错 累计前9月国内上市贵公司的营收有31.4兆 比去年同期还增加了11.9% 以示力量的同期是最高的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看了 这个OpenAI有讲了就是它的估值不断的一个膨胀 那有很多人就会质疑说你这获利前景不是只有你做 别人也会做 那你的前景到底是怎样 可是公司就讲了说我75%的营收都来自Chatt GPT的付费个人用户 哇其中有我的贡献 我那时候只是手蚕了一下 因为我想说690我应该去买个经验 结果发现690我只问了三个问题 也真的是太蠢了 而且我已经两个月都没再用了 那当时我只是觉得说 他我用免费版的时候 我觉得他回答的四评八文 也没什么好 但也没什么错误 但就是觉得很制式很僵化 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 用一下付费版 我点进去之后呢 我就发现690也不会太贵 我自己个人认为一个月一个月690 我现在已经荒废两个月损失 那我就想说用用看 用了以后我真的觉得比较 我用一样的问题 你要比较就是尽量问一样的问题 然后看他的回答 有差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 跟ChatGPT你一定要问问题 慢慢的问一次问 大概就像问卦一样 一次一次问 你不要问太多的 他会说根据你上面的问题 然后请容许我再用其他的方式 那我有测试他说 你可以从我哪边找一些资料吗 他说很抱歉 我现在的技术能力 没有办法去截取那部分的资料 我相信我会再努力解决你的问题 也就是他回答越来越人性化了 也就是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倒不是把它当成是工具 而是看到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所以我不晓得大部分人去使用付费版 是把它当成工具吗 因为像我有很多的朋友说 他在写一些企划案的时候 他会把它自己的写进去 然后丢进去之后说 你帮我美化一下这个言辞 然后帮我分段落跟找重点 他分得很好 他分得很好 又或者是他把那个 就是一堆资料丢进去 丢了四篇资料 就是说请你帮我把这一篇 整理成五个重点三百字 他也整理的不错 因为我们有时候几个朋友 会来用用看 所以以我身边的朋友来讲的话 把它当成工具的还比较多 把它当成是玩具的 像我就比较少一点 但我觉得我想要知道他的一个演化的过程 这也是我们在训练AI 我为了要这个 我还去看了一个韩国的电影 叫Wonderland还是什么 但我已经忘记了 就那天半梦半睡醒之间 就看了这个Netflix上面有 他就讲他这个AI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人类要怎么去跟他训练 跟怎么样的互动 把AI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这跟个人的差异 所以未来每一个人使用的AI 跟你训练的过程 其实真的不太一样 真的不太一样 好那你看75%的营收 是来自于ChairGPT的付费个人用户 所以他以后的重点 应该就是要拓展至企业用户 那企业用户到底要怎么使用 那当然这也不是我能够理解的 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找专业的分析师 也许像Digitimes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会怎么样的来做一个使用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也有很多人很关注的 就是欧盟 那么欧盟也宣布对中国的电动车要加征 这五年的返补贴税 很快就要生效了 这个政策会长达五年 像他们要对比亚迪吉利 然后中国的国有上企 要增加这些品牌 那这些品牌增加了这些税之后 说实在的会被引发贸易冲突的一个风险 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那当然你说增加这个返补贴五年 北京也有疑问 不认同不接受 你看这贸易冲突又来了 好这里上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2025年未来人才的关键报告 这个报告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所以迫不及待 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 如果你是为人父母的话 你要赶快的来上一下我们的直播 一起来了解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学子的话 我不晓得学子有没有空来看一下 又或者是你是老师的话 我们一起或者是企业界 一起来关心一下 到底未来的人才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 真的是万般只看这个理工科 其他都是下品吗 要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要做怎么样一个观察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在中网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中网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 中网流行网理财生活通官网 同步都有直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议题 待会也跟我们同步的来讨论 先欢迎一下我们远近杂志志库的总编辑李建新 建新好 韵芬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不得不说 这本做的真好 我本来以为韵芬要跟我讲说 怎么会叫我姐 你年纪差不多来给我姐 真的很谢谢韵芬姐 因为一开始 就是说韵芬姐也好 或者说韵芬姐的左右手废 一直跟我提到 就是说在做这一本 我觉得韵芬讲的很好 其实这个我们一开始 以前叫做研究所特刊 可是后来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未来的人才 以及就是说你念研究所也好 或者说现在大选念什么 将来都是为了要出社会 那既然要出社会 跟企业界有关 跟爸妈有关 跟学子有关 跟国家也有关系 所以说其实这一本 我们刚开始在做的时候 整个那个思考的维度 其实是把它扩充到 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工具书 而是一个所以有什么叫关键报告 就是在于说所有人都应该要来看 都知道就是说台湾未来的人才 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现在那个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你说现在如果说所有的父母亲 都会叫你的小孩说 你去念理工吧 然后你就进台积电吧 这就是你对不对 拿到一个这个黄金入场券了 对你的人生就开始充满了幸福快乐了 对你们现在有这样的观察吗 哇我觉得非常有尤其今年六月份发生了几件事情 就是黄伦勋到我们视频街去吃几个小吃 然后后来苏之芳也来梁建宏也来了 好那刚好在那一阵子 刚好台积电的一个股价也上了千点 那上了千元之后 其实也进入了就全球十大市值的一个企业里面 哇那时候的一阵的一个氛围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 要去念AI啊 AI都会变成首富啦 然后都会变得了不起 真的大家就有这个感觉 结果玉芬姐你知道吗 结果果不其然在那一年 因为不是那一年 那一阵子因为是六月份嘛 后来你记得六月二号 不是黄仁勋有到台大去演讲 他有秀出一个就是要合作伙伴的长沙 对合作伙伴背板啊 对然后那个你知道吗 只要被他清点的学校 我指学校来讲的话 哇大家都觉得说 我是黄仁勋概念果然了不起 那一年的招生就真的也比较好 然后你知道像人文社科类 你说上政大 那你知道那个时候 也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 那时候还是申请入学嘛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大学的入学非常多种 有的是用考试的 有的是用申请 好那个时候刚好申请入学的时候 你知道成大历史系居然挂离 对对对 对虽然后来 成大的省校跟我讲说 你不要一直说这个 是因为我们在技术上 因为他把他把高低标定的太高 把数学这种东西也定上去 那使的就是 对于对文史者比较有兴趣的同学 大家就觉得觉得就没去填他 好那政大你在298个缺儿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下去之下 就史的那一史的这一年 那我也有听说就是说 包括包括很多跟这个相关的行业会发现说 哇那整个你知道那个人文社科的人 大家都减少很多 我最近又碰到我一个朋友 他小孩就是明年要考 他说他去连去补习班报名 就是要报他们要问他的两个女儿 要念那个就是要念文把商的 然后要报个营队还是什么 屈然办报不成 就是因为人文社科 大家都不去念了 然后大家都想要改别的 所以你知道连营队都办不成 所以你就知道说 刚刚你刚运营队有提到 万般皆下品唯有理工高 好像并不是那么没有道理 有这个氛围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大学科系 又或者是研究所 他们的招生的一个比例 或者是有失衡的状况 你就可以印证了吗 真的是差很多 像我觉得去年的时候 我的母校应该前年 去年听说她没有改善 哇那整个文学院很惨 就被盯得很惨 就是说因为整个招生的缺恶 就非常非常多 你不要说什么 以前运营队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大概政大是我们梦寐已久 对首选 首选嘛 那政大也培育了很多 不管你是公职人员 或者法政 或者是商管的人员 那大概都是非常非常top的 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说 哇那几乎 如果你也有点能力 你本来对文使者有点能力 文使者有能力 能够转系的就转系 或者是说在高一的时候 就妈妈告诉 就会告诉你说 那贪文的贪不贪 你要不要去念一下理工 尤其现在AI大数据很风行 你应该要往那边去发展才对 对 所以观想这种学校的一个科系 这个系所的一个比例 招生的一个状况 你都可以知道这种失衡的状况 那我就想要来问一件事 你自己有两个小孩 你自己走走这个 文法商 对 那你会不会期待 其实你知道韵芬 我觉得我心里面有点纠结 我讲一下我个人的例子 因为你知道吗 我在高雄念书 那我是雄中的 然后可是 优秀 哎呀没啦 哎呀 开始开始启动了三八模式 然后我高一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南部的家长都会觉得说 一定要念一啊 念第三类组啊 然后 可是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不是这种料 我觉得我对于 我对于文史者还是 对人文色课还是比较有兴趣 然后你知道我爸妈那时候很阿Q 我就说 要不然一加三除以二 你会念第二类组 一加三除以二 中庸之道 真的 然后我也就想说 好 那就念第二类组 好 那第二类组 可是我后来考试的时候 我就去考第一类组 我就没有顺我爸妈的意思 但多年之后 因为后来雄中三十 从去我们都毕业三十年 那我觉得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个人有点风光 因为大概也只有 我就我当到总字辈 当到总编辑 然后大家也都觉得说 哇 你一个念理工科的 怎么会可以有办法 就是在媒体界 而且在媒体界 你还当到总编辑 那我也觉得 好像那一个moment 觉得走路有风 可是你知道到了 整个擅长了 之后那个三十从去擅长 我们到停车场 去开车的时候 我就发现 眼泪就掉下来了 因为所有人都开进口车 只有我一个人开国产车 因为我是总自败的 要如何 所以说你知道 那个很纠结 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 如果你有考到 那个理工的部分 大部分就是进台积电 在我们高雄就进日月光 进很多很多这种大厂 那个bonus领到 大概bonus就是我们的年薪了 所以说我觉得 我可以了解 现在的家长在想什么 那我觉得 我们家刚好平衡 我们家刚好是 儿子他本来树里就强 那当然就去念树里 那女儿就是树里不行 他的作文 他有遗传到爸爸 他有遗传到爸爸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说 那他就往人文社科去 可是说实在 对于薪资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个人 我要说深受其苦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可以了解 现在家长在想什么 我觉得你有期待 因为你看 你当总自败了 你看到的也多了 各行各业 对不对 百工百业 你都很清楚 哪个是有前途的 哪个对你是 是不辛苦的 前途 对对有前途 然后是不辛苦的 日子会好过的 对不对 然后又不会伤神伤脑 伤心伤身的 对你就考虑这么多 但孩子的兴趣 你怎么想呢 跟你有落差怎么办 待会讨论 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 就是远见杂志 我们智库的总编辑 李建新 刚也提到他自己的 一个纠结 我就觉得这本杂志 大家真的要去看 因为很多的内容 我自己真的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把它看完 我昨天就带回去 然后我还跟费文讲 我说真的好 然后费文跟我说 美文姐你第一页有没有看 我说第一页 李建新的话 他不在吗 他说这写的真好 哎呀我要启动三八模式 然后我就想说 李建新代表不就要来谈了吗 但我内文都看完了 但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我觉得建新今天来 就是他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 他自己有小孩 然后也有不同的一个兴趣 但说实在 因为我刚提过了 你当总编辑 你在这个业界这么久了 你看过百工百业了 你一定会知道 想一个方式让孩子 你过舒服一点 对不对 好过一点 然后不要太辛苦 不要太痛苦 对不对 这我们对孩子 那如果你的期待 跟你的孩子 其实有落差的 你怎么去balance 你现在只是选科系 你还没有到选职业 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真的一时半刻 真的没办法想那么多 我再讲一个往事 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 我觉得我们当记者都很辛苦 所以说 我记得说 你知道小时候不是 孩子小时候都要抓周 对啊 结果那时候 我小孩要抓周的时候 要去抓笔 哇 我以前我就整个大为抓狂 说不可以抓笔 我说拿笔的都很辛苦 然后他妈妈又说 人家搞不好变罗琳 或变什么东西 说你怎么能够确保 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然后后来我把这个往事跟我 跟我儿子讲 我就跟我儿子 我儿子就说 所以爸爸你那时候是期待我抓什么 我说 我说实在我也蛮难 蛮难告诉你说 你应该抓听筒也好 还是抓那个意识锤也好 因为其实各行各业 在不同的时代 他都会经过一些迭代 跟典范的转移 我觉得蛮难的 我就跟他 所以他说 所以你觉得抓什么 我说抓钱 我说你就直接抓钱 好那没有啦 当然我们是这样很现实 可是刚刚韵芬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孩子是 就是说他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我必须要说现在的家长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尊重 尊重小朋友 因为说实在现在其实环境变化的很快 那尤其又加上就是说 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个 造成化学变化的因素 例如说AI来了 大数据来了 然后包括就是说 现在企业也都在讲ESG 好那这几个层面下来 其实他会扰动以前 我们对于传统的 传统的一个职业 也就是说 他那个职务position的一个想象 那例如说 例如说他现在可能以前 以前我们写文章也好 或者说做戏剧也好 像我昨天我也跟云芬讲说 我去参观了世新大学 我就发现说 他们非常强调用AI来拍电影 用AI来制作 有关于传媒的任何的一个事情 他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是完全的不同 所以说除非说 除非说我觉得家长们 你们自己真的对百工百业 尤其我是指现在的百工百业 而且他的未来变化 你都能够抓得很精准 否则的话 我真的觉得就是 孩子想要什么 你就让他去念什么 但是你可能在从旁可以辅助而说 你有没有一些工具 或者是说你告诉他有一些概念 然后叫他去驾驭现在的工具 或驾驭现在未来 你引导他去知道未来的时事是什么 然后加成到自己的专场 我觉得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可是说实在 现在企业都在喊缺工 各行各业你知道 不是只有餐饮业而已 你就说像有很多的 像我有朋友 拜托他不是开餐饮的 他其实是开 也不算工厂 但他的工厂其实是还蛮专钱的 薪水也算很高 一样找不到人 我的意思是说各行各业都在缺人 那我们的家长应该要怎么样去引导孩子 他做一个兴趣的连接 跟这个职业的一个连接呢 其实现在运飞有提到 现在百工百业都在缺工 就连台积电 他是抢人抢的最凶的 然后他们也在说 以前不是都只用台城清交 后来就是说只要国立大学都用 后来连施力科大 去当他们的基础业务演员都可以 好那这一连串下就很多企业都说 我现在会呼吸 我都可以用 对只要会呼吸的 呼吸的都可以用 那我觉得其实现在台湾 台湾会非常的 我觉得台湾的缺工是越来越厉害 尤其像今年大家就有发现说 那个农年的效应 完全失灵 对也没有太多的出生人口 都没有都没有 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多 而且其实或许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会说 现在AI出来不是很多的工作都会被改善吗 可是你知道吗 其实根据调查 就是说AI大概会会让工作少千少掉八千五百万个 但是他同时会产出九千万个工作 因为很多工作他是可能会跟会会因为AI出来之后就会需要 就像以前没有什么AI工程师 例如说以前也没有所谓的什么 我用AI来分析就是说读者的取向 然后我广告的投放 那这个将来这种东西都会需要 都会需要有 所以说我觉得 我比较不怕说 未来的小朋友会找不到工作 但是会找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好工作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点 那尤其现在的大人们也就是爸妈们也都很心疼 就像我说 对会心疼 心疼小孩子不要去做太辛苦的工作 不要苦过我们的苦 对对对对 所以说其实 但是问题啦 韵芬你不觉得话说回来 哪一个职业不苦 对呀是啦 但是我觉得不要一窝蜂的去选科系 对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这也就是我们这次写这个未来人才的关键报告 就是说我们有罗列了大概八种类别 然后25个未来人才 大概有100多项的一个职务 就是告诉你说 如果我反而我要的 我不是在预测哪一个行业最夯 而是说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 然后以及你比较想要往哪一边发展 我告诉你说这个未来 它的未来职务会是长怎么样 你赶快如果有感的话 你现在去赶快去蹲点马步 你最起码现在该学起来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这本特刊里面列出来的职务 应该都算是在未来会蛮被需要的 对 那我们来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好不好 就是说我觉得学校要突围啦 父母亲也要突围啦 小朋友们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 你当然也是要突围的 我们先从餐饮业开始讲起好不好 就讲那个铁板哨嘛 我觉得很有趣你知道吗 第一个你当然就现在看到很多的那个 你有没有看到网络 就有很多的机器手备开始炒饭 你有看到吗 哦他脚的比你那个人工还厉害 粒粒分明啊这样跳的 那已经很厉害啦 那你真的还需要我一个人来这边炒吗 炒断腿 你们也炒断手里面也不会感谢我 我们待会讨论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远见杂志智库的总编辑李建新 我们要举几个例子 让大家就是除了在理工之外 我们来想想看百工百业的一些可能性 第二我们提到的铁板烧 对不对 是那刚刚云芬姐有提到 就是说哇用那个机器去炒铁板烧 说实际上我觉得 我第一个感觉我是没有很舒服 我那个没舒服不是说 我认定说那个机器炒的会不好吃 可是大家知道就是说铁板烧 你吃的那个韵味是在于就是说 它有一种实际秀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 那个师傅的台形跟刚刚云芬姐就跟我讲说 他去吃铁板烧都是帅哥来服务 我说这当然啦 因为你看到那个你就会觉得全闲欲低 然后你就会觉得赏心悦目嘛 那我觉得像我这次去采访的 它是一个顶级的铁板烧 你知道它最低最低一个人是六千块 最低一个人是六千块 而且它用的是那个进口的食材 你采访这家我很有感你知道吗 我老板以前的老板 只要我们收视率不错 他就会带我们去吃这一家 真的 真的因为他就在那个电视台楼下 是是是你还真 韵芬姐的确说对了 好那其实他就跟我讲说 我说那你们现在这一行 哇像你这样子 那个整个收费的单价那么高 照道理讲应该是很不错 尤其它有点像会馆式的 一进去就是它是那个整个原木 原木造型的那个铁板出 然后就是就是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沙发区 就是说你吃完铁板烧 还可以一直在那边聊天 我说哇应该是蛮多年轻人会想 我好像说没有啊 可是现在年轻人因为其实对于对于那个对于餐饮业都禁械不明 因为餐饮业的的时间很长 好而且其实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点 就是说因为他们有午餐厂跟晚餐厂 对那中间中间你人在那 要睡觉也不行要干嘛都不行 然后你要算他工钱或不算他工钱 这个东西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好除此之外呢 我会说像你们做铁板烧的跟一般在餐厅里面端盘子有什么不同 他说他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你要真的非常懂得应对进退 因为他的收费又那么贵 那你可能在铁板 这一般炒铁板的时候 你就听到大老板们在讲一些 在报名牌 或者是在讲谁的 谁的谁的谁的什么事情 所以你嘴巴要紧 而且你要懂得察言观色 什么时候该答话 不要乱搭枪 然后你要装成不知道 他说其实这个东西的一个人格的一个虚尿 还有包括他那个心理素质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我听他这样讲 我觉得蛮有趣的 说原来一个铁板烧师傅 他要的不只是吃 不只是那个厨艺而已 当你炒的好吃 这个是一定是最基本功 可是原来原来你在面对 面对尤其这种顶级客人的时候 就像你为什么去可以服务 头等舱的空姐 那种一定都要挑过 我何时该进何时该退 那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可是这个他就说 哇他现在真的缺工 缺到不行 因为我去采访他 我就发现说 哇他怎么好几个包厢都跑去 我说是不是大家都指定说 一定要老板来炒 他就说没有 我就根本就是找不到工 对啊 所以说就很为难 对啊参与业真的很辛苦 不过说实在 我看你这边报道之后 就想到我一个学长 他在做铁板烧的时候 他们家的餐厅的名字 他是 他其实就想念可以说 想念互动铁板烧 他加了互动这两个字 对 你去查他整个名字 我就跟他说 你真的好聪明啊 你怎么会想到 他说铁板烧就是要互动 所以他其实没有多想 我就说 你加了互动这两个字之后 你的事业会一直存在 因为他要不断的跟客户有连结 然后他边炒菜的时候 边还耍宝 讲个笑话他就说大老板来 说实在只想轻松吃饭 对 然后你能不能让他卸下心房 然后就说说笑笑 那才是最开心的一餐饭 我听得很感动 就是吃饭原来是要这样开心的 不是为了公事去吃饭的 所以他都训练他的这些徒子徒孙 都必须要这样学 所以从云分解这个案例就会知道 就是说其实百工百业都需要迭代 对 你要开始去想想说 我下一步或者说我宇宙不同的地方 在哪里 那当然食材啦 以及你的草工 这个真的真的是非常重要 人的连结 可是人的连结 人的学习 我觉得我必须 因为我这整本写到最后 我有下一个结论 就是说到底什么东西是不会被AI给取代的 我跟你讲AI有深度 但它没有高度 所谓的高度就是说 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见解 它给我们看到的那个高度 然后另外AI有速度 因为AI做什么事情比例很快 但它没有温度 好那人唯一 就是说我们能够做 AI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人的连结 就是在温度的部分 所以说我觉得 或许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都可以去想想看 你们现在的职位 或者说的工作 还有什么东西是 是AI 它可以当你的手脚 帮你做这些事情 可是在温度的这个部分 是你可以再加持的 我在想 你看现在都已经有主播了嘛 主播也不用真位子 而且长得多漂亮 也不用去下什么胡啊 也不用真宠 那个新闻我知道 下胡啊 然后我就可以这样补 而且我不用化妆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是补化妆 而且它不会给你代工 你也不怕说被别台挖角 对 不怕被挖角 你看它就可以了 但它播报 而且你看它播报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你只要输入就好了 那一样广播以后也会这样人 但我觉得如果它来播广播 各位想要听吗 没有没有 我只想听韵芬姐的节目 你看我觉得你真是最贴心 我只想听 那韵芬姐的你知道它那个声线 还有它那个语速 哪是AI可以比你的啦 就算它全部输入那个韵芬姐的那个 可是我知道不是韵芬姐 我就觉得差很多 可是我说的是真的啦 因为我在想就是说 如果它可以四平八稳的报 可是有时候我会真的觉得 比方说我很生气的时候 我就真的会很生气 或者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我就会忍不住笑下来 你也许可以觉得说 你怎么忍不住 要是以前我的老师们知道 都觉得你怎么不忍住 你这不能有表情 我们以前都不能有表情的 你不能假意假叙 你不能假意假叙 这都不许的 可是我觉得没有 就像我跟韵芬姐 我们一路路下 你看韵芬姐讲了多少说 她的朋友开铁板烧啦 然后她的 我也讲了我的孩子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 是AI没的啦 你要临时去输入吗 叫AI去讲这个吗 可是你不觉得 反而大家记忆最深刻的 就是我们两个在讲孩子的事情 对啦 因为我觉得最真诚的分享 因为说实在 有很多人也不愿意讲家里的事情 或讲一些个人的事情 我可以讲内容 但我不愿意讲个人 也不愿意讲自己情绪上的问题 可是这就是AI不能取代的 我们待会会来讨论另外一个 也就念英文系的能干嘛 你知道我们两个对面 那个人在念什么系吗 他念英文系 哇真的 真的 待会我们就切换成英文模式 我们持续要跟李建兴来谈一谈了 就念英文系的要干嘛 好那我们当然也提到国体 就是那个体育学院就讲 我儿子之前没缘的大学 那现在李洋去了之后 你看是不是有很多人 还有那个军工国防 以前我们都觉得说家里比较清寒的朋友 像我一个很好的同学 对不对 他就当花木兰 他后来也在那个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他就他就在那个 以前叫什么 那个什么 对对对 汉森军中广播电台 后来变汉森 哇真的啊 他也很喜欢做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是是 我们就从小一起长大的 所以我们都待会来讨论一下 就是说你过去认为这些应该都不是AI 也不是理工的背景 可是他未来的趋势到底怎么样 我们先谈谈这个英文的好吗 英文在做知名的制作人也非常好 废荣小姐 英文系中文族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 芬姐真的很会开玩笑 好 我觉得在说AI会取代未来什么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 担心的其实就是念语文的 对啊翻译嘛 那尤其就是说之前 之前我有听我的母校 就是淡江的文学院的老师 就外语学院的老师在讲说 哇他们上次缺耳比较多的 因为淡江的外语就很多 西班牙语啦 法文啊什么德文啊 然后就造成非常多的缺耳 我后来想想 好像也不是那么没道理 因为说实在现在 诶真的超厉害的 芬芬姐你可不可以想像说 以后就是 就是我们两个是不同国籍的人 可是你带一个耳机 我带一个耳机 我们就可以通了 我直接用我的语言来讲哦 我还不需要再去翻译 又说我拿那个给你看哦 而且可能是完全零秒差 而且人家翻得还比你好 零秒差很重要啊 以前我们有去主持那种大型论坛会下识 因为英文我们会带个耳机 然后会翻译 然后会翻译会点 会会会会会 会遁掉对不对 对然后就会 可是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现在 像远见也一天到晚 不是在办那种国际论坛吗 你知道现在我们 几乎是可以做到同步口语 不是人工哦 是那个AI 然后你直接在那个 他的PPT的萤幕上 就直接中文字幕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因为以前你不觉得 我们请口译师都还要两个人 对 因为我说到差不多十分钟的时候我就疲了 然后就换你 而且因为脑筋会转的 因为他太高压 而且其实他会顿个三五秒 对对对 三五秒你觉得你的表情跟嘴巴会对不上吗 例如说我看到废龙好了是讲者 但是翻译翻给我是他三秒后 他三秒五秒后 我就会不知道说 原来你这个笑点是在刚刚他的笑的时候 没错没错 可是你知道现在AI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好那我就问到一个学校就是 大家应该很知道 如果语文科系的话 就是要文早 那以前文早真的是棒棒叫的 英文德文 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然后校长是要跟我讲说 我说怎么办 那你们这样怎么解套 以后AI 而且他其实翻得比你更精准 那你要说他输入 就是说那些什么语气什么东西 人家也都会 然后他就说 可是其实你知道语言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在于就是说 有时候人总是会画中有画 或者你在说这个的时候 你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这种东西大概只有人懂 因为你进入了他的文化的一个情境 然后你也知道了 就是说他现在在这个人的个性 或者是说在这个地区 有时候你知道南部跟北部 就会有这种区域的差别 所以其实学语文 我觉得更深层的更高阶的 其实是在学他的文化 从他的文化里面去了解他 这个你在沟通的人 因为语言其实是拿来沟通的嘛 那你AI至少目前 真的有点可能会 会短时间还没有办法预约的 就是在就是说他在他在那个文化 在文化上面 以及就是说他去洞悉到就跟你对话的人 他到底内心在想什么 对啊 刚刚云芬姐你不是也有提到一个案例 就是说你的朋友去当当那个什么英文导览员 对啊 对 就我跟他讲说你你现在干嘛 他说他想要去当那个英文的导览员 我就说那个机器一租就好了 我到马去都租机器 他说那你听完以后你有feel吗 我说哦 nofeel 对我听完我只是照说他的作者 当年是什么年代 然后创作 然后顶多加一点 请看光影的表现 以及他的光源是从左方上来的 于是你可以看到他脸部的细线的细线 好轿条哦 对对对 可是像我们去去看 就就不是对 当然你这样引导是对的 可是我希望更有情感 对他当年创作的情况或怎么样 是而且其实有时候你从从那个 从那个导览员的声音表情 跟跟他自己的表情 或者说他可以立刻洞悉到 就是说原来你对这个东西是 有兴趣 有兴趣 我可以加码 或者说你呼啊 我觉得说你有疑问 那我大概我可以跟你 跟你同文同种 或者说我跟你有一个同文化 我大概知道你在讲什么 就像刚刚云芬姐 我们在讲到就是说 主播互抢 然后他不是讲到就是说下壶啊 这种东西就是很文化 我们就会知道 因为我们共同在新闻圈 我们知道说 原来某个新闻事件 曾经有主播为了乡镇去下壶啊 可是这种东西 他没有办法制造出这种笑点 我觉得有趣的是在这里 而且文化背景真的不一样 社会习惯不一样 这也很大的不一样 不一样 那再来提一提吧 就念体育能干嘛呢 因为我孩子爸爸也讲过了 通脑简单四肢发达 他儿子是不认同的 这句话千万不要这样讲 千万不要这样讲啊 可是我真的要 我真的要 要驳斥一下姐夫说的话 当然要驳斥啦 我感觉现在 其实我真的觉得 学体育的不简单 因为尤其 当然不简单啊 尤其你到了那个什么 在国际赛事的时候 你知道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个东西 它都是需要精算的 所以说为什么才会有一个 什么运动科技出来 而且现在你知道吗 现在不是体育署 以前是教育部体育署要变成体育部嘛 那你知道体育部听说是要下辖几个署 就是说什么国民运动署 然后就全民运动署 然后竞技运动署 还有运动科技署 也就是说其实运动 它其实是一个 而且它是一个战略 就是说我到底 我到底 我应该这个东西 这场比赛 我要怎么样能够制胜 其实现在都不是只有靠蛮力而已哦 对 我像你知道吗 像那个 我上次去访问过郭信存嘛 然后郭信存就说 你知道吗 他 我说你这么瘦 怎么有办法取那么重的东西 他说你知道吗 我一开始 为什么要喊那一声 其实那个是有经过 人体空学跟科技算过 然后我握 握几秒 然后再握到我的脖子这边 然后呼吸几下到 那个是算过的 他不是说 我今天看我老手 好我们现在休息 又要讲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 远见杂志的智库总编辑李建兴了 其实我们有很多真实的案例 就在他们的内容当中 希望大家去看一看 不过最后还有一段时间 我想要跟建兴聊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就是说 当然老师还是很重要的 学校啊 科系啊 那最重要当然是老师了 对 老师要怎么 怎么跟得上这样的时代的一个潮流 比方刚刚讲的 你就算说 哎你记不记得有一年 那个吴宝春得到世界面包 对对对 我们餐饮业烘焙界 那个招生也是爆满啊 那后来还是因为说 哦餐饮业太辛苦了 然后就哇 整个又变得很少了 所以你想想看啊 就说老师要怎么跟得上 时代的一个潮流 或者跟上AI 或者跟上这个服务 或者你刚讲心理素质 或者讲科技的一个训练呢 是其实我觉得 尤其我后来不是去念了EMBA 去念了EMBA之后 我才觉得 就是说当老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行业 因为他如何把我们现在不断迭代 而且快速变化的一个学科 或一门学问给学问化 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业界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说道理是怎样怎样 可是我们要能够应付扯进来之后 再output出去 而且用非常有脉络有条有理的话 去讲给学生听 或讲给大家听 我觉得这是一个学问 它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现在老师最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在于就是说 哇现在线上学习也很多 就像我前一阵子我在学说 哎如何自己去做一首歌 因为现在不是有一种软体叫Suno 但他真的好快哦 我觉得他真的很好玩 我建议大家去玩 然后真的你只要输入指令 哎呀 好好听哦就好抒情 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 你可以叫废龙 叫英文系的教你 叫英文系的教我 好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其实其实对老师来讲是一个挑战啊 你如何驾驭AI的东西 师长都是年纪很大好吗 对但但问题 你如果不弄的话 现在学生他得知 他求知的管道很多 他很容易就是拿 他在线上或在在其他部分 他他知道东西拿来电你 所以说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上次去访问台南大学 台南大学是一个私培的学 以前叫台南私专嘛 他就跟我讲说 以前他们他那个校长 大概大概五六十岁 他说他那时候当老师的时候 老师的知识半衰起 大概是十几年 也就是过了十几年 那个知识才会慢慢的 不受用 然后后来变五年 现在真的是 大概大概差不多一两年 你就会觉得说 原来你现在教给学生的知识 你大概你没办法 所以老师每年每年 都要去进修 我觉得现在其实当老师很辛苦 对可是我跟你讲 有一些像 当然有一些大学他们就跟我讲 就说很多老师一套教材 他就教了 不行啦 对 教了十几二十年 没有变过 真的没有变过 你这样怎么行 真的这样不行 可是问题又说 或许听到朋友你们会说 那我就交给AI 或我线上学习就 不行 因为其实老师有跟你互动 就跟刚刚那个导览员 其实老师他可以从你查验观色 去知道你那边 不会 而且其实老师的生活体验 他有时候他内化他的生活体验里面 他用一个同一个维度 跟同一个 跟同一种 我觉得那种内在语言 来告诉你 会让你 会加速你对这个知识的理解 要不然 不然大家都看着就好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书本僵硬 就是在 就是说书本也少了 就是真的少了那种温度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人 尤其AI处理我们太多事情 我们会越来越吃温度 这个东西 老师的教导还是很重要的 像我在学校 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场景 就是说 像我碰到学生 他们就说 老师那你几岁 我说我不告诉你 就这样子 就跪法 老师我已经查到了 你比我妈还老 所以你以为你不告诉他 你不告诉他 他查得到 但有些查不到的 你要怎么去教他 对啊 对啊 而且我觉得未来没有查不到的东西 还是很多 因为尤其或许那种查不到的 或者说AI没有办法教的 才是真正的 才是真正的就是人的一个价值 那我说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强调一个 就是说AI有速度有深度 但是他真的 他真的在高度跟那个温度 刚刚我们讲的温度 那高度 你知道老师有时候就有高度 因为他的人格 然后他的心理素质 然后他分享给你 还有他那个见解 我真的觉得 这个才是老师宝贵的地方 是是是 对啊对啊 其实我在学校受教育非常多的老师 我就觉得他们自己不断的 在更新外界的一个资讯 然后再用他们长期的教学经验 然后传承给我们 最重要的是 其实传承之后 他要解惑 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来告诉我们 就是问题出在哪里 怎么样的因应方式会比较好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老师给我这些 我一直要把这些跟孩子讲 这些就不是课堂上 对出本上可以学到的 所以这太多的一个能力了 而且他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有时候他需要的是倾听 真的 他那个就是你告诉老师 老师懂你 然后老师只是悠悠的讲了几个 几个答案给你 可是你知道那个 对学生的帮助就很大 AI不是吧 对啊对啊 AI就没法度是这样的嘛 然后除非以后了 真的有那种人型的 他会陪你哭陪你笑 好了 那个之后再讲了 否则的话 我真的觉得 其实人还是有很多东西 是AI所取代不了的了 就像我们这样子谈话多开心啊 就是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就是说 请问远见杂志志库总经理李建新 您的回答是什么 您这个问题 您这个问题 我有三个回答 第一第二第三 对啊 那你同不同意 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 以后还选择了 就算他可能选了 他念理工的 招选一个文组 或者是念文组的 招选一个艺术创作的 你都 Let it go 是吗 我觉得我能不能 能不能那么豁达 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觉得其实因为现在 现在环境变化太快 我们都不能保证 我现在兴趣的 是不是将来 将来还存在 或者是说将来 将来有没有更多的刺激 让我的兴趣做转换 但我觉得当父母 还是会担心说 你到35岁 40岁你再摸索 我就真的会觉得 比较担心 就是说 尤其有一类的小孩 是比较令人担心 他还真的是 他一直在彷徨 像我自己有一个外甥 就是 我觉得他都一直在 一直在摸索 从高中就开始在摸索 到大学在摸索 我都不觉得 他选择的哪一个是错的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说 你不够了解自己的话 我觉得这是当父母亲 会比较担心的 对 说实在 父母亲只能引导 他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 对 就未来什么是有前途的 其实不知道 然后你说 你会用这个AI 但是你的语言沟通的方式 如果你不会问问题 人家你当然问不到 你想要的答案 真的 真的我觉得 韵芬姐刚刚讲到一个东西 你知道AI出来之后 有一个行业就非常的行 叫体语师 对 对 对 那个体语师就是说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都用过AI 你都知道 就是说你AI 不同人去问 不同的答案 不一样 对 你深度跟浅度 你问错的东西都不一样 有时候他就会给你 一本真心的胡说八道 对 但是有一些 其实你问了 问到位之后 你跟他深入交代 因为你也训练了他 所以说其实后来 有一个职位 就是叫体语师 就是说他非常能够精准 拿捏到 就是说我要下AI什么指令 对 所以说听说这种职位 企业还开蛮高的一个薪水 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看学人文的 还是有机会的 赚到AI的钱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远见杂志的 李建兴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李建兴拜拜 拜拜